正常我們點湯是不是都另外要用那個代工費 沒有 600塊直接送你一個這麼大碗的湯 超讚 然後呢因為我們這是一行人 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點了一些其他的 乾料的部分 歡迎回到台南代路 用台南的角度帶你新篇灣裡路 大家我是阿波 現在又是一年淫度 我們要來竹山指南宮拜拜的日子 每次我們每年都要來這裡拜拜 然後祈求一下身體健康啊 財運很通啊 在這裡竹山交召下來 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竹香園 我跟你講我每次去觀止領 一定要先去竹香園報到 今天呢在南投 既然遇到他了 我們就帶大家先去吃吃看 吃完再去 我是南宮拜拜 我們出發 Go 現在讓我來 domin 現在已經動悉了 現在讓我看那個腹 我分別的腹 在不在體內 我不會死亡的時間 而且我還用不在乎 我不會死亡的時間 這件事 我現在有什麼時刻能夠 不要被忍耀 太好了 我的菜全部都上來了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才走進來的時候真的是太誇張了 我剛才看到外面啊 很寬敞 而且古色古香 你看我後面 這種竹子啊 木頭的那種氛圍 有別於一般的那種翁鋼雞這種店 來這裡就是要先吃雞啊 它的雞 我講真的 我在關子頂的時候 很常去吃它的 而且你看它整個這樣已經完整的幫你剝好了 其實翁鋼雞好吃就是因為它有一點像燜燒的原理 所以它會鎖住它的肉汁 它的外皮啊 還是會這樣酥酥脆脆的 真的很棒 大家如果吃過那種北平烤鴨就知道 皮鴨就是金黃 而且它很厲害 它下面那一層油脂幾乎整個都把它烤掉了耶 而且它淡淡的淡一點點那種 茄冬葉的香味 這真的很不錯耶 沾一下胡椒 帶一點中藥香和胡椒最好吃 真的很讚耶 我跟你講這樣的環境 剛剛一隻雞六百塊 直接還送你一個筍絲湯 超讚 因為它燜燒的原理 所以它整個都滴出來了 然後就變成這一碗 大家常會看到這一碗雞油 我們來吃一下 來拌個飯好了 澱粉跟這個雞油超級搭 整個香氣裹在米粒外面 很讚 但是呢烤焰一隻雞 我們一定要先吃一吃它的雞胸肉 我來找一下雞胸肉 雞胸肉也是水水嫩嫩的耶 雞胸肉雖然吃起來有紋理 可是一咬就斷了 它連雞胸肉吃起來都有幸福的感覺 太厲害了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它的筍絲湯 它給的料很多耶 而且還有香菇 難怪一上來的時候那麼香啊 超濃的耶 超濃的雞湯 這個夠讚耶 而且這個啊 正常我們點湯是不是都另外要用那個代工費 沒有 六百塊直接送你一個 這麼大碗的湯 超讚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次一型人 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點了一些其他的 乾料的部分 這是梅子雞 我來點贏 我來吃一塊 這應該是我們凱南的梅子醬 因為比較甜 它酸度沒有很明顯 可是梅子的香氣很重 炸過雞啊 然後沾著這樣甜甜微酸的醬 好好吃喔 我這一塊是雞胸喔 很好吃 真的嗎 很多觀眾說我現在吃東西的嘴裡又要討人厭了 可能是變胖的關係 你誤會了 胖不胖都一樣討厭喔 呵呵呵 然後呢 我到每一個地方一定會點這個 鹹蛋苦瓜 鹹蛋苦瓜 鹹蛋苦瓜的草工喔 就是決定一間 它的熱炒店好不好 因為它的苦是尾韻 很多鹹蛋苦瓜第一口進來是苦 那就會 讓一些人喔 比較不敢吃苦的 像我是可可味 比較能吃苦 比較能吃苦 但比較不能吃苦的人 他會覺得那個苦瓜味道太臭 可是它這個是鹹蛋味道比較壯 可以很香 然後蒜頭煸得蠻香的 然後接下來這道呢 他們極力推薦的 因為我們在山上吃過川味的山豬肉 它大推 大家知道山豬肉那個油脂的部分是比較脆口的 比較素含肉汁的 剛好跟它的辣相輔相成 這個 這配飯應該可以吃個三四碗吧 好爽喔 確定大家來這裡 川麻山豬肉一定要點它 真的好棒 它口腔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好讚 再來這是我們點的 泰式小捲 中捲 泰式中捲 泰式中捲 你們想說在山區嗎 我們點個海鮮來吃嗎 對不對 我們在山產店吃海鮮 我們來試試看 泰式很清爽耶 跟剛才那個川味的阿 有點小小的差距 如果先吃完川味再吃泰式了 你可能吃不出它那種辣味 可是它的那個一點點酸勁 跟清爽的調味吃得到 嗯 還有點微微魚露的味道 然後呢 我每次一定會點就是這個 到每一個每一個賣翁鋼雞的店 他們的涼拌過毛豆自己的特色 像這個他們就是加什麼梅子醬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上面喔 它是鮭魚卵耶 還有黑豆 我真的第一次第一次吃過涼拌過毛 加鮭魚卵 試試看 鮭魚卵在我嘴巴裡面跳躍 我有發現 它跟過毛很搭耶 因為他們選的過毛 很細緻 你不會吃到那種醜吸的感覺 好好吃喔 鮭魚卵在嘴巴爆開的時候 那個鹹味出來 整個平衡掉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然後魚呢 一樣 是我們同行友人點的 他說 來這裡 三產店嘛 一定要吃海鮮嗎 我就覺得我同行的人 我就覺得他們乖乖的 每次都到三產店 然後要給他挑戰人家 可能不擅長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三產店的魚 有沒有特別厲害 上面是破布子 它這個魚的肉質很棒 就是說真的 台灣真的是 非常幸福的地方 四面環海 到哪裡都吃得到海鮮 非常棒 這個魚真的會刷牌耶 它的調味非常的棒 因為 我們說破布子還有一個乾味 那個乾味最後留在嘴裡 非常的讚 這個醬料很棒耶 我等一下要去偷偷問一下他們 這個醬料到底怎麼做的 說不定可以放回家 家裡自己蒸魚也可以加 好 我已經忍不住要跟我們的夥伴們 一起分享這一桌菜了 真的 真的 我這樣吃起來 沒有一道是雷的 果然是我們的竹香園 從台南開過來了 我們自己 家鄉的自己要提一下嘛 對不對 等一下吃完呢 我們就到竹山指南宮 帶大家去拜拜土地宮 教一下大家怎麼求財吧 好啦 我身後就是我們的指南宮啦 來這裡就是把 土地公白 你知道嗎 牛仔啦 旁邊的這邊 它就有一個服務處 你就可以去申請 你記得喔 填上你的名字 要帶你的身份證 或健保卡 這裡呢 記得要擲杯 你擲第一杯可以換600塊 第二杯還中聖杯 就是500塊 以此類推 所以你有六次機會 然後最少最少 你可以換到100塊 如果都沒有的話 代表說 今年你好好的努力 那我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到底可以擲到多少錢呢 我們一起出發 GO 好 拜拜玩 我們來摸個金元寶啦 今天來就是秋彩秋平安的 也很開心的 我們第一個杯就擲到聖杯了 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來 竹南宮這邊走走 看看 吃吃鳳窯雞 真的 今天這一家 讓我 喚起對鳳窯雞的熱情 非常好吃 大家有機會來竹山的話 竹山交流道下來 左轉第一家 超大家 這是它了 來吃吃看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給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們等一下吃一吃 我們還要前往我們的 咳咳咳咳 吃完了 再大家到竹山竹 竹山竹南 等一下再帶大家 沒關係啦 這可以放進去 我們吃完呢 就帶大家到竹山竹南宮 去拜一下 竹地宮 竹地宮 再一次 這結尾要拍多久 好再一次